老师 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心中努力想实现的目标 老师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不用做工 到处走 谈谈天 散散心 打打球 带身边的人去玩到一辈子 你喜欢出去玩吗 喜欢 可是我整个假期都不得空 爸爸妈妈要出去做工 我则安排补习补习 没去哪里玩 也没什么娱乐 别担心 你就把这张图 给你爸爸妈妈看就可以了 毕业以后 和老师好好做安利 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了 老师 为何毕业以后 要好好做安利呢 因为老师相信结果论 而不是过程论 月入国马币50千以上 而且呢 在安利成功以后 你是这一辈子 永远被许多人 爱戴 欢迎 尊敬 收入不受限制 时间自由 多劳多得 台下的观众拿手机 照着你这位红人 当着他们一辈子学习的偶像 全马人见证你美妙的家族事业 孩子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荣耀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榜样 要选择痛苦的改变 还是痛苦因为无法改变 如果你有梦想 就给梦想一个机会去发生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帅气吗 8月26日 我有备 邀请去这位企业家的家参观哦 要一起来吗